日本丹车骑士赛前身亡 后来才带子一罩帮他完赛 擦干眼泪 坚强的父亲在儿子事故地点 献花几百悼念 这里是他遇到试路的一个现场 真的是一个起点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阶列 给他切花 去年9月 35岁的日级单车骑士白景宽之 赖台参加第6届 马吉斯泰鲁格国际单车挑战赛 赛前试骑路线时 不幸在九曲洞隧道西端口 遭落时击中 送一起救后 仍不至死亡 当时上百名台湾车友 替白景宽之送行的画面 让白景两衣深深感动 白景宽之先生 他的父亲白景两衣 也来到了现场 我们大家也热情的欢迎他 事隔一年 今天是第7届的比赛 他带着儿子的仪仗 要跟着比赛选手一起走完全程 今天请大家将两年累积的 所有的训练成果 好好的发挥 以功底武力为目标 好好的努力 他会跟着车子 沿着这个路上去 请大家特别注意到 下坡的时候要减速 否则他这边路段呢 有一些法夹弯 主办单位邀请他致辞 还安排他明帝开跑仪式 比赛从海平面0公尺出发 近台八线至终点五岭 一路爬升到3275公尺 总理程90公里 是全台最具挑战之自行车路线 在这里遇到 很有爱心的年轻人 就是第一时间救助他 医院就是也帮忙 做全力的治疗 让他可以在我们赶到台湾之前 还有生命的迹象 还可以等到我们见他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在这边 能够守护大家 突发中心 华联报导